人行地下道漏水严重 市府公务处开工后 一大早就前往抓漏 由于管道间积水长达40公分 公务处紧急抽水 发现上方水沟有漏水点 而漏水点还不止一处 公务处设法排除管道间的积水 减缓滴落地下道的水 但实际漏水点还要再查明 金融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在公务处长陈耀川的陪同下 前往地下道勘察 怀疑是管路实质的结构出现问题 当场要求公务处检修相关管路 不能够再漏水 这两天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地下道的这个渗水案 那由于这个地下道的修复的工程 是去年四月份到五月份 陆续验收完成的 那所以我觉得验收的时间 跟现在发生的时间 时间上并没有差得那么久 还算是蛮接近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旧有的施工单位 能够提出说明 说为什么才施工完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漏水的情形 那这个只是对于工程跟厂商需要了解他们问题的一部分 那我们因为不管厂商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总是要立即来解决 所以我已经请我们公务处 陈耀川处长可能要针对于现在漏水的部分 跟如何做一些紧急的抢修 不管是找包商或者重新规划 我们希望在一定的时间内就能够尽快的完成 那在完成前也希望这个公务处这边协助整理一下 因为这样水一直滴 对于行人来说 也会有一些很不舒适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针对工程的部分 我们认为就是说 据我的了解 它就是可能去年的这个工程 只是针对于外观 并没有针对路线管路 真正里面这样实质结构面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是外表弄得还不错 可是里面可能结构还是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会请公务处提出一些完整的解决之道 那因为管道间已经零久失修 已经有破裂的情形 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去的时候 就是已经有积水积满生的 那我们会找到说 就是它那个渗水的地方 我们先把水先堵住之后 再抽水抽干去之后 才能确定那个管道间它能破水的情形 由于地下道 每天往来的行人很多 通道内有很多的陈设空间 市长谢国良提出了企业任养构想 当场请副市长邱佩玲进行了解 未来将提升地下道的通行品质 在修复后的一些内容的补强 因为大家都可以经过 我们就看得到有很多陈列的空间 以及未来的一些养护跟任养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请邱佩玲副市长找寻一些企业能够协助一些相关的任养 因为一方面他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空间 陈列出他们的一些测位形象 企业形象跟责任 也可以有个机会去展示一下他们的企业形象 那一方面我觉得对行经过这边的路人 也可以有比较好的行走的一个品质这样子 跟一个空间的一个空间感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请公务处尽快协助来完成这个部分的修复 施工才一年的地下道因为漏水严重引发民怨 也影响到行人通行 市长谢国良要求公务处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所有的漏水点尽快修复完成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